今天來到了富士山挑戰山盡的南盡路線 或是我被熊打了一下被咬走 這應該還會是你比較想看的吧 今天來到了富士山挑戰山盡的南盡路線 我們現在人在水種公園 這邊有沒有看到後面 它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這個紀錄 就在這邊 我們等一下呢 會從靖岡線水種公園這邊出發 然後一路往南盡的路線 抵達富士山 那這條路線呢 算是三條路線當中應該是排名 應該在中間難度的 那全場我們等一下的騎乘距離大概是15公里 爬升呢 大概也是接近1000公尺 所以是 也是非常有挑戰啊 那這條路線 今天的天氣其實在出發的這個溫度 相對於其他兩條 今天是在更冷一些的 那其實這邊的海拔已經1448 就是其實高度蠻高的 那從這個地方出發 我們等一下會先經過一個收費停 那收費停開始才是算南盡路線這一段的起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往收費停前進 那最後呢 就會抵達富士公口的這個登山路線的入口 所以我們全長大概15公里 爬升1000 到那邊也是海拔應該2300、2400的 應該天氣非常非常的冷 好啦 那我們南盡富士山的挑戰路線 準備開始 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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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还没有到登山口就已经摔了 还好我刚刚人完全没事 因为刚刚骑一骑我们马表喷掉 因为前几天我马表坐有点受损 我在东径的时候 耶耶有摔车 所以刚好马表坐断掉 结果刚撞到裤子直接马表喷掉 我一往后看 直接滑到旁边这个泥土堆里 还好人完全没怎样 重新生涯 继续出发 连南径的登山口都还没到 就已经摔车了 好 出发 好 OK OK 我们经过刚刚的收费亭之后 南径挑战的路段就正式开始了 这一整段还有12.7公里 爬升大概要900公尺 所以其实跟冷水坑可能差不多 可是这边是12多K都是上坡的状态 还蛮明显人喘的 像海拔1450 但平均坡度在这边都大概有10%左右 而且它这个路边的路排啊 刚好跟我剩余的车表路线一样的距离 所以12.2K代表我还剩下12.2公里 今天这天气虽然蛮冷 但因为穿着外套其实热起来之后 其实就没有这么不舒服的那种 湿冷感受 但其实因为昨天可能就没有下雨 所以地板都还是湿的 所以骑起来的湿度还是蛮明显的 就是脸啊或是吸进来的空气都觉得蛮湿的 但骑在这边有点起雾 搭配上这样的山景 其实真的还蛮享受的 很漂亮 骑起来很舒服 重点是空气超好的 。。。。。 雖然天氣冷歸冷 但其實外套裡面還是全濕了 手臂都是汗,所以剛停下來重新整理一下裝備 把外套脫掉 因為我還是穿比較厚的底衫 所以騎乘起來流汗的程度還是蠻明顯的 目前里程剩下9.5公里 爬身還有680公尺 這段終於沒那麼大霧了 剛剛那段完全身手不見五指啊 能見度應該不叫10公尺 中文字幕視聴者 由於外套 最近的城市就是著名的 雙方式的地圖 雙方式的地圖 比較多的地方 雙方式的地圖 髮夾彎開始了 好,我們已經騎到 目前進行了剩下8公里 這一段已經開始比較多的 連續髮夾彎 髮夾彎也意味著 這邊的爬坡比較 要抖身一點 因為這樣 才需要一直這樣繞在事情上去 只不過我剛剛看了一個蠻有趣的牌子 旁邊寫說 熊出莫注意 所以我才一直在看旁邊 有沒有機會看到 什麼東西 因為我在想 如果騎一騎 突然有路衝出來撞到我們 或是我被熊打了一下被咬走 這樣應該 才會是你們比較想看了吧 我已經1800公尺了 爬身目前剩下500公尺 我們剛剛出發起點位置 是 1400公尺 所以已經爬了400多公尺了 還有7公里 這一段也算是相對 應該 太陽比較大 所以 空氣其實看起來的能見度比較好 地板其實也都是比較乾的狀態 應該這邊下面 剛好被雲遮住或是樹木 比較茂密一點 但這一段的這個 天氣跟這個 光線其實真的是 太享受了 可以騎在這邊 目前里程 剩下5.5公里 爬身大概剩400公尺 剩下一座豐貴嘴的高度了 等一下大概還有 連續的 法夾彎 11個 差不多11個左右 就可以到我們的終點了 海拔也已經來到1900 那個喘的程度 逐漸提升中 這段平均破路都大概在9到10% 其實也 有點抖 目前通過三河木 還剩下 4K 標高已經來到2000公尺的海拔 最後4K爬升300 最後一小段了 富士山 看到富士山有一種 莫名的感動 會不小心超加速 其實身體已經快要不行了 但看到這個就 猶如身柱 OK 又來一個法夾彎了 這邊的轉彎蠻特別的 就是因為 在轉彎的地方其實 會比較寬一點 但是他為了 在這種比較陡的法夾彎 避免大家在路邊停車 所以他都 在旁邊 多放了這種護欄 就讓你沒有停車的空間 這一段大概12% 前面已經看得到一點點 富士山的風景了 但是 現在起大霧了 還有2.5公里 可以 OK 我們剛剛通過了四合目 還拔標高已經到了2200公尺 現在剩餘里程 已經剩下 1.2公里 最後爬升一段 100公尺了 前面看到牌子了 最後一公里 最後一公里 2.5公里 200公里 200公里 YAH 來,來 南徑富士山 抵達蹲山口了 我們總共騎了 19分鐘寒休息 但我剛剛看這段大概騎了60幾分鐘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段路線 整體的南徑啊 難度我覺得算是 真的是適中在三條路線當中 因為騎乘起來 坡度不會突然那種 抖到15% 20% 可是平均都大概可能是 10%上下一直在徘徊 但是風景其實蠻多變的 因為它的 看起來你看得到 你剛剛這樣S型爬上來 下面的路段你就會覺得 其實你一直在前進 可是像其他路線有時候你可能 不知道你到底騎了多遠 你會覺得 怎麼路線都長得一樣 所以今天南徑騎起來 算是蠻舒服的 但小小可惜 這邊霧門還蠻大的 還沒有看到富士山辣妹的本人 興階就是 水汽码 我們剛從這個水種公園 也一路從這裡 騎!騎!騎 騎到這裡 然後 右轉這個收費艇 因爲他們吆金鎖 沿途這樣 經過了 €90 有沒有看到這個密密麻麻 的 終於抵達了富士公口 intact 也就是這條登山入口的起點 富士山南徑的路線 這一段路我覺得風景真的是還蠻優美的 而且其實相對於其他路線比較起來 我覺得南進的路線算是稍微多變一點 因為在風景的變化上 你可以因為看到下面你剛剛騎過的路線 會覺得騎乘起來 其實是比較舒服的 然後在坡度來說 我覺得它算有一點點挑戰 但是又不至於到你真的覺得 哇 怎麼那麼遠騎不完 因為全長15公里當中 爬坡路段大概就12K 然後爬升的距離大概1000公尺 所以其實就相對來講 有點像冷水坑的這個爬升坡度 可是它是緩緩的平平的上 不是說突然給你那種超抖的上坡 所以南進富士山挑戰成功 今天騎起來真的非常舒適 也還好山頂的天氣沒有這麼濕冷 現在山頂的天氣竟然比山下溫度還高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挑戰南進富士山的影片 我是你的家楊之位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掰掰 請… 按讚、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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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